自從1913年 拉卡相機廠發明了簡單而易用的135小型攝影機之後 攝影師就不需要再受到笨重器材的限制 可以隨時隨地拍攝身邊發生的事情 再加上機身的可靠性 以及鏡頭的優越質素 令它在幾十攝影中成為極具影響力的拍攝工具 這次拉卡MDigital工作坊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利用了簡單的方法去解釋複雜的數碼拍攝理論 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由菲林拍攝開始講起 至於拍攝手法和表達技巧方面 我為大家準備了不同表達方式的多位幾十攝影師作品 作為討論的材料 正因為這個工作坊是以開放的研習態度去面對題材 在特別安排的實習環境之下 大家雖然都處於同一個工作環境裡 但是拍攝出來的效果、風格和取材都各有不同 這一點就是我希望達到的成果 在數碼拍攝的年代 攝影師的工作已經不至於決定什麼時候禁回門 影像檔案的後期處理、拍攝時候的環境、氣氛的還原和重現 都需要一套有效的工作流程 工作坊特別由傳統的黑房理論入手 配合現場的實際練習 令大家能夠在真正的工作環境下 除了認識基本的影像還原處理方法之外 更可以掌握如何重現拉卡鏡頭的獨有質感 我認為你舉辦這個工作環境很難得 我認為你舉辦這個工作環境很難得 你舉辦這個工作環境很難得 我想去學用拉卡鏡頭的 又學到怎樣用 又拍到你們教我們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拍攝那些概念的相 那些概念 是給到一些很… 起碼是外國人怎樣去看照片的概念 安排很好 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其實在裡面有很多電腦 比較細緻的東西都不是很清楚的 讓Bobby提一提 有很多東西其實是很有啟發性的 我覺得拉卡AM機和普通的單反 其實使用是有些不同的 其實使用是有些不同的 幸好你們做這個講座 大家都是用同樣的器材 變成大家把器材的差異拉近了 第二、三個都做得很好 起碼有九十分以上 因為連續兩天 那些東西變成了迫著你 你一定要繼續地去 不會停了 之後你回來又要重新 思考我就是想要想到 才拍照很開心 可以今次做到這件事 非常之好 因為Bobby給了一個新的啟發